跟我交朋友啊 也对 穷得连饭钱都没有 我应该离你远远的 就像你离那个穷小子男朋友远远的一样嘛 宝珠姐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对不起 莫莉说的没错 我是抛弃一个穷小子男朋友 所以是真的咯 真的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绝对不会跟穷小子交往吗 干屁事啊 难道他不能给你幸福吗 你再问我就打你哦 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穷小子 不能当男朋友 那当朋友没关系吧 谁让你当我的朋友啊 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吧 我们一起做报告 孩子吃饭 我没有钱 你还借我钱 这应该算是朋友了啦 拜托 走开啦 你就承认我们是朋友吗 拜托 拜托 明天下午两点下门头见 我会开车载你去图书馆 连得牛迷路迟到浪费我的时间 你们担心我会迷路 我好肯动哦 宝珠姐 原来这朋友很好的吗 偷他们啊 乱讲话 你才误会你 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 上车 宝珠姐 我们可不可以去坐公车啊 你不是不会坐公车吗 我就是不会坐 所以我才想请你带我去坐啊 我是你的保姆吗 我开车载你就很不错了 你还要我带你坐公车 宝珠姐 求求你吗 我知道你人最好了 我没有坐过公车 我想体验看看 好不好 你们家是求到 连公车都坐不起啊 对 对啊 对啊 哇 真的自动车耶 看第二次 今天就是 你在换心我 一点就是 吃饭来陪我 你最好的 我跟着 谢谢 都全部偷懒 身边 默默跟随我 六点钟 终于下巴了 六点八12 昨晚才一族好轮 陪着你的香味 我的小火糖果 好想把蜜蜜放进堆 宝珠姐 你生气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喂 你年轻人站一下位置是不是 起来 谢谢 不会 来 宝珠姐 我不知道要让位置给孕妇那小孩子做 拜托 真是常事 谢谢宝珠姐教我这么多 天哪 我这么让你这过去二十年是活在什么世界 从来没有交过朋友 没有自己付钱吃饭 也没有坐过公车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做过 很多 我还很多事情没有做过 就因为这样 我才想一个人来这边念书 我想体验很多不同的生活 还要经历很多的 第一次 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 是跟你 喂 不要乱说 我没有乱说 我第一次坐公车是跟你一起坐的 是啊 那有什么值得好纪念的 当然有啊 以后我坐公车 我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不想 想我 想我干嘛 不准想我 不可以想我 当然 你敢想我 你敢想我 你就死定了 你敢说 你敢说 我 不可以 你敢不想我 你敢说 你敢想我 我 有什么情况 你敢说 我 你敢说 我 我怕我会迷路啊 到处你要找我会很麻烦 你干嘛 我们在干嘛 在用这种样子跟我交换 给我试试看 讨厌 天哪 我快疯了 你敢再看我一眼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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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在看我还是在看书啊 你还不是在看我 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你现在会顶嘴的哈 你骗的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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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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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头还好吧 你在问他还是问我 现在这颗头好像不是我的一样 你很过分 人家这样你还笑 我真的觉得你实在是还好笑 哪里好笑 算一下你救我几次 上次流氓包围一次 我以为你要投乎自尽一次 再加上这次帮你挡输的一共三次 每次的下场都是什么 被流氓打昏倒 溺水昏倒 被输找到昏倒 都是昏倒耶 所以你说好不好笑 每一次你都想要救我 结果每一次我都没事 你自己反而昏倒耶 哈哈哈哈 你在嘲笑我吗 没错 我是很可笑 哈哈哈哈 算我鸡婆 自不量力 又超训 你高兴了吧 喂 我不是在笑你啦 我只是 好啦 我是在嘲笑你啦 完蛋了 他们叫我不要跟宝兔姐来往 我还跟她在一起 我呢 一定很不高兴 达浪 你怎么还跟宝兔在一起 我跟宝兔姐同一组一起做报告 今天我们去图书馆 找资料啊 一定是没人要跟她一组 她强迫你跟她同组对吧 这好相反 没错啊 是我自己要跟宝兔姐同一组的 达浪 你是想跟我们做朋友对不对 那就离她远一点 啊 为什么不能跟宝兔姐做朋友 也跟你们三个做朋友啊 不行 你必须选边站 大家都同校同学 干嘛要这样啊 如果 你要跟陈宝兔做朋友的话 就不能加入我们的舞蹈社 啊 我们不只是朋友 我们已经在交往了 对 我们已经在 我跟你在交往 对啊 如果我们不是在交往的话 你怎么会住我家 还睡我的床呢 你住他家 还是他的床 我还看过你裸露的身体 还有 粉红 外皮包的内骨 左露的身体 左露的身体 粉红王去包内裤 对 都这样了 还不是男女朋友吗 嗯 打浪 他说这些是真的吗 他在回发道对不对 有事有 可是 你敢说没有发生这些事吗 嗯 打浪 不会吧 你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吧 对 我们两个 就是男女朋友 对 我们两个 就是男女朋友 爱 爱 是不可数的吗 为何我还 我的初吻 它不是个现象 我在等一个人 在等我的不可 告诉我爱不担心 害怕 我在等一个人 在等你 永恒 你在干什么 刚刚干嘛亲我啊 你知不知道 那是我的初吻啊 刚刚那是你的初吻 你从来没有接吻过 这 对啊 怎么可能啊 你都已经二十岁了 还没有接吻过 没接过又怎么样啊 总比较随随便便 亲人家的好吧 你长那么大都没有接吻过 我亲你 你应该感谢我吧 而且那两片嘴唇 我又不是没有碰过 你之前 有碰过的嘴唇 什么时候 你在哪里啊 就你上次在湖里面溺水啊 是我帮你人工呼吸的 你真的有亲到我 那是人工呼吸 不是亲 听清楚 对 哪一次不算 这一次才算 不是 不管哪一次 你都是把人家初吻拿走了嘛 一直初吻初吻的 你烦不烦啊 不过就初吻嘛 有什么了不起呢 初吻是很宝贵的 是要留给我最心爱的人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 这么轻易的把人家初吻拿走呢 嗨啊 你是少女小说看太多了是不是 这个世纪呢 你这样子纯情少男啊 你该不会要我负责吧 我才不要你负责任的 我要你把我的初吻还给我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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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自己好像很委屈一样好不好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啊 自己这个香菇头 他互抖 嘴巴开开像白痴一样 要不是我吻你 你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吻 你知道吗 这个血靶子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拿走人家的初吻 还笑人家是血靶子 自己做错事 还不很对的样子 难怪大家都不喜欢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 像你这种自以为是又难相处的坏女生 难怪大家都不喜欢你 难怪大家都不跟你做朋友 因为你真的很讨厌 你干嘛 你又要打人哦 这次报道好难哦 一堆资料一点都看不懂 你凭什么抱怨啊 这所有资料都是我找的 你每天都在混呢 嗯 嗯 对 嗯 嗯 谢谢观看